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大家老百姓不太懂不是政绩大夫的人 一般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很多人来就诊 他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般我们老百姓叫什么 叫地包天 就这样的话下河在前面 或者下前压在上前压的前面 这样的话一般认为不美观 所以来寻求治疗 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有效了解 前压反核呢 因为临床是比较常见 刚才我给他说了 真的比较常见呢 所以也是我们一个在这个常见错误性里面的 比较重要的内容之际 我们讲两次课呢 其中因为错误性有很多种 我们讲的呢 当然就是比较典型的 或者比较常见的 所以这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错误性 首先我们看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小孩 他呢 从牙上我们可以看到T牙核的孩子 对吧 孩子呢 前牙呢 你们可以看到 前牙是反核的 你看乳酸 对吧 这是反核 前面两个 那个横切牙是反核 对吧 这是反核 所以呢 这个下核呢 反核的病人呢 有什么特点呢 一般下核呢 会显得略有些前通 上核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 有可能上核后缩 也可能上核正常 下核前通 那根据不同的这个 呃 错核的分类啊 就是不同的错核 呃 表现可以说 可能不太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这个 像这个小孩 就是从T牙器 我们一般的从T牙器反核 一般我们主张是比较早期治疗的 所以呢 如果发现呢 这个乳牙器 比如说四岁以后 恒牙器 T牙器 像这种 呃 只要发现有反核 一般我们是 呃 尽可能的 早期治疗 另外我们看一下呢 就这个 前牙反核的定义 这个内容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掌握 定义呢 我们都知道 上牙和下牙什么关系呢 上牙都在什么 下牙的外面 就是说上牙工应该什么 应该大于下牙工 其实所有的都是 后牙其实也是 因为上牙都有一点点覆盖 实际都有覆盖 但是我们一般强调 肯定是什么 前牙 复合覆盖 是前牙 前牙呢 这个 像这个牙 你比如这个病人 他有一个牙 反核 对吧 我们叫什么 叫个别牙反核 就是说小于 这个 少于 呃 三个 应该是一个 到两个牙反核 我们称为个别牙反核 前牙 我说的是 如果要是前牙 大于 两个 比如说像这个病人 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牙反核 对吧 至少是四个 这个牙还反核 至少是四个 这样的话 我们称为什么 多数前牙反核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要清楚 一个什么 叫个别前牙反核 一个叫什么呀 多数前牙反核 这个跟我们治疗的 一般的难度 一般是有一点点关系 一般的 你要比较轻的病人 那可能就是什么呀 就个别牙反核 可能比较轻 如果比如说 有些有骨骼畸形 像这个病人 你看 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你看 这个病人 这个上尺槽 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叫A点 差不多这个位置 和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 对吧 这个还相对比较丰满 这个呢 就相对来说 那要什么凹陷一些 所以你要是看 他一定什么 他的骨骼畸形 要比他要严重 所以一般是这样 但不是浸染啊 不是绝对的东西 这是多数前牙反核的病人 一般应该比个别前牙反核的人 一般来说 是要严重一些 另外我们需要复习一下 这个 磨牙关系 我像大家已经学过了 学那个 错际性的分类啊 已经学过 什么叫近中关系 什么叫中性关系 什么叫远中关系 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应该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都知道 根据安氏分类 对吧 上核第一磨牙的近中夹间 应该什么呀 要在下核第一磨牙的近中架构 这叫什么关系 这叫中性关系 像第一个病人 近中夹间在这 对吧 上核第一磨牙近中架构在这 下核第一磨牙近中架构在这 所以它是什么关系呢 下核等于什么呀 在相对上核这夹间 是往前走了很多 对吧 这事我们叫什么 叫近中关系 所以这个病人呢 起来反核 磨牙近中关系 所以它说明什么呢 一般说明它 它的这个畸形比较严重 所以你从别的地方看 当然我还给大家可以重复这些问题 这些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什么 上核有纯情 下核有蛇情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有代偿 我们叫代偿什么意思呢 如果它要上核不纯情 下核也不蛇情 那你会发现 反覆盖可能会很大 但是呢 它呢如果是 这个有代偿的上牙方 前纯情了 下牙相对相后蛇情了 这样呢 你看呢 反覆盖呢 好像并不是很大 但是实际它的问题 应该说是很严重 所以它有一部分的实际 骨骼因素 骨骼畸形的因素 这个呢 第二个呢什么 是近中夹间 咬在了上核摩牙 第一摩牙近中夹间 咬在下核第一摩牙近中夹钩 哎 这样我们看 肩卧交错很好 这是中性关系 一类 对吧 一类但是它 它吗 怎么样 前还仍然反核 但是这个呢 你会发现 这俩有些区别 它上核和下核的位置关系 你看这是上次次槽坐点 差不多在上次坐点的位置 和它 你明显看这是后缩 这是在它的前面 它在后面 它在前面 这个呢 就可能不特别很明显 至少不很明显 所以它呢 一般来讲 像这种病人呢 摩牙是中性关系 绝大多数病人来说 不是 不是那么绝对啊 但是绝大多数病人 对绝大多数病人来说 这个 这种病人 要轻于 摩牙是近中关系的病人 下边呢 是另一种 叫什么呀 近中夹间在这儿 远中 上核第一摩牙 近中夹间在这儿 下核第一摩牙 近中夹构在这儿 它呢 这个夹构 等于相对它呢 在它的远中 所以这是什么关系 对 远中关系 所以远中关系呢 这种病人 当然亲爱也是反核 当然这是呢 要按安氏分类的时候 这二类处合 因为我们知道 安氏分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它不包括特殊的机型 它不是说 看别 它只看梦牙关系 如果你梦牙关系是一类 不管你是反核也好 深复盖也好 都是 对吧 要是中性关系 它就是一类 如果二类 那不管你是反核也好 不管你是亲复盖也好 也都是二类 处合 所以 这类推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讲前牙反核 前牙反核就包括呢 都是前牙反核 但是你从近远中关系来说呢 可能它不完全一样 所以像这种呢 分类呢 应该呢 属于安氏二类 但是它仍然是前牙反核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就是前牙反核 可能有不同的磨牙关系 这给大家复习一下 什么样的磨牙关系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我们看看前牙反核的临床表现 这个部分内容呢 我们了解 应该有所了解 刚才给大家讲了 对吧 牙和关系呢 一般来讲 就是什么 前牙反核 可以是近中关系 可以是中性关系 也可以远中关系 但是呢 多数人在临床上看 我相信近中关系的 磨牙近中关系的比较多 因为什么呢 因为应该绝大多数人 都或多或少 有一定的骨骼因素在里面 它不完全是骨骼机型 你说这个人 也可能不能算是完全的骨骼机型 但是它有一些骨骼因素 所以这样的话呢 磨牙关系应该多数 还是近中关系 如果这病人呢 比较严重 他呢会什么 上前牙会向前倾斜 下前牙会舌向倾斜 刚才大家讲了 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所以这是临床 牙和的关系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另外呢 比较严重的人呢 会有什么核骨的机型 对吧 核骨机型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SNA和SNB是有关系的 如果长得比较平衡 如果在均值上 一般NN比较在多少度 对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 N比较在两度多一点点 一般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是当然这是均值了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个 跟均值一样 但是这个是均值 所以呢 你一看这个病人 如果你量的话 这个NN比较多少度 有可能是什么 负的 对不对 负的那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呢 这种有什么呢 这个其他反核 他半次有 像这个病人 他半次有什么 有核骨的机型 就是说下核相对太突 上核相太粗 当然我们也学过头有测量 对吧 我们要如果按头有测量 我们可以量出来 比如说上核 它后缩了多少 比如说SNA正常应该是82度左右 它比如说是80度 那好 它就是后缩了一部分 对吧 它比正常值要什么 要少两度 下核呢 比如说我一量量完以后发现什么呢 下核比如正常应该是80度左右 我一量可能83度 那它什么呢 就下核有凸了多少 对吧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测量办法 随便举个例子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 它呢 这个下核骨 凸多少 上核骨 后缩多少 骨骼机型有多严重 另外呢 还有一个表现什么 它的这个软组织 可以有什么呀 下核前途 明显下核前途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看软组织 对吧 人这个 你要看人 这个人凸不凸 我们首先要看面形 面形是什么 软组织面形 对吧 要X线是看硬组织面形 所以我们想看 他们的 前核反核的病人 有可能什么 下核是表现为前途的 当然这是比较严重的病人 也有的病人呢 可能软组织可能不是那么突 但是他可能也是反核 所以这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当然他有可能有面目软组织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口核功能这个系统功能的异常 比如像这个病人你可以看到 他有前牙有反核 也有开核 所以他呢 你想如果要是这个病人的话 他前牙能有什么 这个切断食物的功能呢 对吧 他肯定切不断 所以他的功能会有影响 另外他发一些音 比如唇齿音可能也会有些影响 对吧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有口核系统功能 包括他的咀嚼功能 包括他的发音 对吧 等等 这些可能都会有问题 所以这是临床的表现 不同的人呢 当然有不同的 可以可以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比如说像这个病人 他是唇恶劣的病人 这个唇恶劣的病人呢 他呢 这个 上核 一般唇恶劣病人 上核发也不足 下核一般呢 发与什么 正常 所以也是反核 有的人 就像这个病人 还不是说 上核发也非常不足的 有的人 唇恶劣病人呢 上核发育非常的不好 反复感能非常大 所以这种病人呢 就最终要做手术 才可能 正合手术 才可能解决他的 核骨畸形的问题 像这个小孩 还不是属于那种 非常严重的 这是一个唇恶劣 造成的 是由于上核 发育不足 引起的牵牙反核 像这个小孩呢 你看面形上 应该说问题不是很大 你看的牙呢 也是下前牙呢 应该什么 还是比较往前倾的 有一定拥挤 所以他呢 可能就是比较轻的 对吧 他就是像 有点像什么 牙圆性的 反核 切牙反核 当然你要是确定 他是不是真是牙圆性 那我们得看 他的测量片 看他的这些 做测量以后 看看他到底 这个上核股下午 这个发育的情况 我们才能确定下来 所以他呢 就比较轻 像这个呢 就是比较严重的 可以看来看 对吧 这个下核就凸得很明显 软组织面形 下核也很凸 这个从牙上来看呢 也是 这个磨牙呢 是完全尽重 甚至比完全尽重 还要 有人叫超完全尽重 对吧 我们叫 有时候各位 但是书上没有超完全尽重 这个词 但是就是比完全尽重 应该还厉害 对吧 完全尽重什么 只要超过一个牙间 就叫完全尽重 所以他呢 超过一个牙间 还不止 所以呢 他是应该是什么 很严重的 这个尽重的 三类挫合剂型 我们叫尽重 磨牙是尽重关系 三类挫合剂型 所以反覆盖也很大 所以这个病人 可能就需要什么呀 做手术 做正核手术 把下核 如果它太凸了 凸多少 我们退回多少 然后上核后缩 我们把上核移前 前移多少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 良好的治疗效果 另外其他反核的病因 这个病因呢 我们要熟悉 我们看看它病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治疗呢 首先我们了解 它病因是什么 我们要从病因入手 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个 什么样 良好的治疗效果 首先呢 我们看看有几个常见的因素 第一个是什么 遗传因素 第二是什么 先天性的因素 第三是什么 后天性的因素 这三个因素 应该说是比较 跟这个前牙反核 应该关系比较密切的三个因素 好 我们再看 遗传因素 前牙反核呢 一般我们认为是什么 是多基因遗传 多基因遗传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这个前牙反核 受很多基因的控制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基因 如果单基因就好办了 对吧 单基因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基因 然后呢 随着这科技的进步 也可能以后有朝一日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基因改掉 这样的话 我们就以后就反核 就可以治疗了 不需要我们正基了 可能 从一开始 我们把基因改了 对吧 这有可能 有可能以后实现 但是当前 这是不太可能 另外它多基因遗传呢 也很难控制 就是你很难找到 哪一个基因是起作用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可以说 所以家族史呢 做一个参考 就是它不是说决定因素 因为多基因遗传嘛 你就很难说 它一定是怎么怎么样 对吧 一定是家里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这是很难确定的 所以但是呢 家族史应该做一个参考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小孩 他反核 他呢 什么 家长可能也是反核 面形也是有点突 但是可能没有他厉害 也许 但是呢 你也很难说 他到底这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应该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在里面 所以你要看呢 就是什么 如果这家长有遗传 就是下核很突 孩子也很突 但是这种病人呢 多数的人 可能以后变成比较突的可能性 还是这个会增加 所以大家 我们要如果有这样的病人 我们应该 尤其像这种骨骼畸形的 这种 亲爱反核的病人 应该还是问一问 家里有没有 比如他的父母啊 近亲呢 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下核前途啊 其他反核呀 这种 这种 有没有这种情况 如果有的话呢 也提示你 他可能会有一些遗传因素 在里面 另外呢 就是 先天性因素 先天性因素呢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存核裂 存核裂呢 是一个 本身存核裂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机型 对吧 核面部的一个机型 可以说最常见的一个机型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上核一般 上核股发育受影响 因为存核裂嘛 上核股有裂系 特别是像是完全性的存核裂 比如单侧或者双侧 完全有存核裂 它呢 上核股存在裂系 存在裂系以后呢 它呢 这样呢 就影响了它的上核股的发育 对吧 当然原因很多 有一些本身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手术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等等原因 不管怎么样 存核类病人 上核股发育 一般多数还是受影响 当然程度不一样 有的人就很厉害 发育非常差 上核股 发育不足 非常明显 有的病人呢 就不是非常明显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绝大多数的存核裂患者 上核股发育还是不足的 所以呢 其他反核的现象 应该还是比较普遍的 另外我们再看后天因素 后天因素呢 有这么 有列到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什么 口腔不良习惯 口腔不良习惯呢 有很多实际 你比如说 随便我可以看啊 一个 比如说像伸舌头 伸舌头什么呢 下核往前伸 伸舌 这样的话 带动下核往前伸 这样的话 久而久之 就会什么 等于你促进了下额骨的发育 这个 这样的话呢 这个 下额骨发育 如果促进了下额骨发育呢 那就容易变成什么 对 就是容易变成反核 所以呢 不良习惯 大家要注意 这个桥实际在口腔正基学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因素可以说 它呢 对很多的这种 那个 搓肌型都有关系 不良习惯 当然不同的不良习惯 会有不同的这个 引起不同的错和肌型 所以不良习惯 这个一个问题 比如像伸舌头 这个最好 如果你要发泄桥有这个问题 最好 要什么 想办法劝说它 要如果它懂事的话 要如果不懂事的话呢 你想办法给它做一个什么 矫正器 比如像 习惯 蛇习惯破除气 什么的 这些东西 然后让它什么 改掉这个 不良习惯 这样有些 错和肌型 可能会避免 另外呢 还有呢 这个 像 剃牙的障碍 像这种 乳牙 剃牙 局部的这种 障碍 比如说 上和 乳切牙的 滞留 上和乳切牙 如果不掉 对吧 滞留 那上和的 横切牙呢 一般它就在 舌侧 蒙出 如果舌侧蒙出呢 我们将会发生什么 那就成为反核 对吧 所以局部障碍 这个局部剃牙的障碍 有可能 对吧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所以呢 你要是这个 比如小孩 你发现 对吧 我们都是这个 那个 口腔科的医生啊 如果你发现 这个小孩呢 这个乳牙 没掉 滞留 横牙呢 已经长出来了 这样最好呢 应该把什么呀 滞留的乳牙 把它拔掉 这样呢 横牙呢 就能长到 比较正常的位置 这样呢 我们可能就去掉了 一个因素 这样就会 这个 避免了 因为比如 这个 T压器 这些T压障碍 引起的什么 反核 另外就是 呼吸道的疾病 比如像 线液体肥大 这种病人呢 呼吸可能比较困难 他怎么办呢 为了带长 这个呼吸 他得怎么办 下核往前伸 往前伸呢 这样的话 呼吸道才能通畅 这样的话 就时间长了以后 他也有可能 引起什么 前牙反核 所以如果 呼吸道的问题 当然呢 我们应该先让病人 什么 去到耳鼻喉科 去治疗 先把这个呼吸道 治疗的畅通之后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能什么 避免这个 有些错误机性的发生 另外有些呢 全身疾病 比如像激素水平的问题 比如说成人的这种 枝端的肥大症 对吧 它呢 肢端肥大症呢 它比如下 表现在下核的时候 就是下核的股的生长 就是越来长得越大 所以能长到什么样呢 全牙膏反核 都可能 所以这也是一个 全身性疾病 所以呢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首先要看这个病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吧 我们针对病因来治疗 这样的效果才能治好 不然的话 你比如说像 有口腔不良习惯的 你即使把它 用这个 就是矫正器 把它 等于把反核解除了 如果它的 不良习惯仍然在的话 它可能还会复发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 其他反核的分类 这个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其他反核的分类呢 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用牙型来分类 当然不同的分类 可以说有不同的这种方法 不同分类的方法 有不同的分类 我们就有几种分类的方法 比如说像 用牙型来分类 用骨型来分类 还有用什么 用机制来分类 到底它什么原因造成的来分类 所以我跟大家 说一说 其他反核的分类呢 我们可以看 刚才看这个图 大家看了 它可以是什么 安氏三类 也可以是安类 安氏一类 也可以是安氏二类 所以它前牙反核 可以表现为 安氏一类 也可以分成安氏二类 也可以分成安氏 也可以表现为 安氏三类 所以第一个 按牙分类呢 就是什么 你可以分到什么 安氏三类 安氏一类 安氏二类 给大家刚才讲了 给大家重复复习一下 就是 因为它呢 虽然是前牙反核 但是什么 它磨牙是三类关系 那这个病人 如果按牙来分类 怎么办 这就是安氏三类 错合 对吧 如果这人是安氏一类 磨牙是中性关系 那分类分出来什么 安氏一类 错合 当然这是毛氏分类 对吧 安氏三类分类呢 前牙反核 磨牙是近中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按毛氏分类呢 是二类 一分类 对吧 这大家也学过 如果按是 这个磨牙关系 是中性 前牙反核 要按毛氏分类 是二类 三分类 所以这大家也了解 但是这个呢 按毛氏分类 应该说 没有一明确的分类 因为毛氏分类 没有一个 这个磨牙是远中 前牙反核分类 如果要分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分到六类 所以这我们就没写这个 另外呢 我们可以按股型分类 股型分类什么意思呢 这个 我们看上下核股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 NB角度大于等于零度 这样呢 我们算什么 一类股格型 一类股格型的 这个前牙反核 还有呢 是三类股格型 A1B角小于零度 所以呢 NB角度大于零度呢 说明什么 这股格基础不是非常严重 如果NB角度小于零度呢 比如这是负五度 那就很厉害 对吧 这是我们衡量 这个上下核股位置的一个标志 或者一个指标 所以按不同的分类呢 比如像骨格分类 就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什么呢 比如说 说这人是股性三类反核 什么意思 对吧 股性三类反核就是什么意思 它骨格是三类 首先 比如说NB角一个小于零 然后呢 三类什么 刚才给大家讲了 一个三类措核 对吧 磨牙式进中关系 所以叫股性三类反核 这种病人 多数人是比较严重的 剂性 就是反核剂性 另外呢 我们可以按肌病人 这个治病的机制 可以进行分类 分有什么 牙缘性 功能性 和骨元 和骨性 可以说骨格性 或骨元性 牙缘性 功能性 骨元性 或骨格性 简称呢 牙性 功能性 或机能性 或骨性 所以看 大家看看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是什么 应该算牙远性 为什么叫牙远性 你看他 下核 虽然是反核 反覆盖并不太大 下一核有间隙 下牙 下牙供间隙 所以呢 他的骨骼肌性 并不太明显 他不是说显著上核很后缩 下牙很前突那种病人 所以他主要是因为牙齿原因造成的 如果你要把下牙收起来 对吧 把缝隙关掉 把上牙排齐 这个反核就解除了 所以他呢 不是很严重 骨骼应该没有什么异常 所以他属于什么 是牙缘性的反核 前牙反核 这个病人呢 我们叫功能性的 前牙反核 为什么叫功能性呢 就是说他 因为骨骼肌性也不是很严重 你别看他很严重 好像反核很严重 但是呢 他的功能 他的这个下核能退 后退 所以我们看那个 这个反核的病人 我们经常要看一点什么呢 就是下核能不能后退 如果下核能后退 就是说有很大的功能性因素 如果特别是能退到对阵 对吧 他说明什么 他说明这个下核可能是伸出来的 他不是真正这个骨骼肌型那么严重 他是伸出来 所以呢 上牙呢 有一些蛇情 所以我把上牙推出来 所以他的功能性因素占很多 但是他也包含一些牙缘性因素 总之他也不属于骨骼性 所以这种病人 治疗效果一般也是比较好的 像这个病人呢 就应该处于骨骼性的了 为什么叫骨骼性的呢 这是T压核的病人 他NB矿量-6度 正常应该多少度 对吧 我们都知道正常应该是2度 在横压期 然后T压期呢 一般这还大一点 可能在4度左右 所以他那要-6度应该很严重的一个国际性 所以前牙反核 上核发育不足 对吧 下核前突 所以他是上牙也有代偿 所以他是比较严重的骨骼性 当然这是T压期 如果到成人 成人呢 因为随着生长发育中的趋势 我们知道下核前突的病人 一般来讲是会越来越严重 随着生长发育 他的表现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病人就是 比如像类似这种病人 他到成年以后 你会发现就比较严重的国际性 像这个示意图 你可以看到 下核明显图 这叫什么 面中三分之一的凹陷 所以你可有人说 叫什么月牙性脸 叫什么脸 对不对 他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像这种病人 应该说 应该通过什么 手术 正合手术 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另外我们看一看 鉴别诊断 我们可以看一看 骨性和非骨性的诊断 骨性呢 什么 刚才我也给大家讲了 非骨性指什么 当然可以是牙缘性的 也可以是功能性的 对吧 这些东西属于非骨性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可以 大家可以看 一个是什么 年龄和生长发育是什么 骨性的什么 生长发育 一般不是说越长 越非常又厉害很多 对吧 所以说是不太长 但是骨性的呢 这个反核就是什么 虽然生长发育 加入非常明显 另外呢 乳牙早食或滞留 就局部因素呢 可能非骨性的有 这个骨性的可能局部因素没有 它也没有一个什么明显的乳牙 这个滞留啊 替牙障碍啊 这些 家族食里边呢 也是 非骨性的一般没有家族食 骨性有可能有家族食 另外抹牙关系呢 非骨性的一般是中性或者是中性偏进中 什么意思啊 就是磨牙关系呢 不是非常的偏离中性 而这个骨性的反核呢 那就变成进中 或者完全进中 说明什么 说明下颌骨 应该相对 更突 所以这个 这个磨牙关系要偏离中性 更远 另外呢 下颌后退 因为功能性的呢 一般就能下颌后退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病人也是 你可以看到 下颌能后退 那这个 骨性的呢 一般下颌不能后退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般我们一个指标 如果这下颌很凸 还不能后退 那说明它还是很严重的 骨骼机型 另外呢 就是上下前牙的位置 如果是不是骨性的机型呢 那上颌会怎么样 舌倾或是直立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什么样 有代偿的余地 我可以把上颌 往唇侧倾斜 下颌的是唇倾的 什么意思呢 一样 我们可以向下颌 向舌侧倾斜 这样我们可以治疗的余地 代偿的 这骨骼机型的余地 代偿这个反核的余地 非常大 所以说明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 骨骼机型非常轻 但是如果要是 骨骼机型呢 正好相反 是上牙 纯倾 下牙 舌倾 或直立 这说明什么 说明已经有代偿 但是仍然反核 说明它骨骼机型 还是很严重的 另外的 反复核和反复盖的情况呢 反复核 如果非骨性 一般比较深 反复盖比较小 也说明轻 这个机型程度比较轻 骨性的呢 也正好相反 它的什么 反复核比较小 多数人 反复盖比较大 说明还是骨性的 这个机型的程度比较大 所以在骨性机型这边 AMB角呢 如果要是非骨性的 一般大于等于零 骨性呢 要小于零 这也说明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 这也说明什么 上下核股关系的问题 另外就是核股长度 一般呢 非骨性的是正常的 而骨性的呢 是下核一般是比较大 上核的比较小 所以也说明什么 上下核股的这个 涨呢 它不是很 可以说不协调 所以这是一个鉴别诊断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所了解 再有呢 我们讲一讲 这个前压反核的 角质的原则 这个大家应该掌握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呢 你如果要真以后 有机会上研究生 那讲的应该比 现在讲的 要更深入一步 但是现在呢 只要求你们呢 这个要了解什么呢 原则 你要掌握这个原则 我们什么应该治 应该怎么治 这原则 但是具体怎么治 可能你以后 要 比如说以后 你又机会上研究生 上政绩的研究生 再给你们 我们再给你们讲 怎么 一步一步 怎么治 有什么方法治疗 前压反核的 这个角质的原则呢 我们看乳牙漆 要恢复正常的 下核正常的 上下核正常的咬合关系 就是如果它下核 这个功能性的 或者是牙缘性的 它下核是反核 下核往前伸了 我们要什么 把它矫正到什么呀 反核解除正常 下核呢 就是退到它正常的位置上 另外解除反核 协调上核股和下核股的发育 就是不要什么呀 比如说 现在反核 有可能限制上核的发育 对吧 有可能 我们把反核早期矫正好以后呢 它可以什么呀 它让这个小孩 这个上下核股 按正常的 这个方向发育 所以 就让它上下核股 长得更协调 另外呢 这个下核牙的 我们可以用什么 乳牙漆 我们可以用什么办法呢 就是比如说 下核牙连贯是 鞋面导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这种 尤其适合这种什么 这个复合比较深 反覆盖比较小 这个复合 有比较深的病人 这样的 在下面粘一个 这个鞋的 带鞋面的 这个导板 上牙呢 上切牙 咬在导板上 这个导板是斜的 所以呢 最终就把它 能矫正好 这是 当然不是说 睡觉梳的病人 这有些病人 可以用这个办法 这叫在乳牙漆 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连贯是 斜面导板 另外 替牙漆呢 解除前牙反核 有离核骨的生长 一般我们首先 要解除前牙反核 这个时候呢 替牙漆呢 我们一般不急于拔牙 因为它可能有拥挤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不知道 它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比如说 它下核骨能长多少 我们有的时候 不太好判断 如果在你不太好 判断的情况下 最好先不拔牙 所以这叫 不要着急拔牙 就这个意思 别看拥挤 拥挤我们先不拔牙 然后呢 我们先干嘛呢 先 解除反核 然后呢 让它生长 尽可能 上下核骨生长的协调 这样以后呢 我们再 治 这样就好办 如果呢 如果你提前 比如说很早 你就拔了牙 拔了牙以后呢 如果下核骨 更长得很厉害以后 你比如说以后 需要做正核手术的时候 你可能拔完牙以后 和以后的手术 会有些矛盾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就行 就是说这个 替牙核 我们先解除反核 扭离核骨的生长 上核骨的生长 有拥挤什么这样 尽量先 先不要急着拔牙 这个是原则 在乳鸭器 替牙器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矫正器呢 比如用核点矫正器 这是一个比较 可以用时间很长的一个矫正器 这对有些象征中 比较简单的病人 替牙核病人 还有很有效的一个官方 对吧 我们把作为核点下核有的时候 它能和退一部分 然后呢 我们把前牙推出来 这样解除反核 这是一个入牙器和替牙器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矫正器 另外呢 也可以用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固定矫正器 我们叫二乘四 什么意思呢 一般以前都是带环吗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不用带环了 两个带环 两个六是两个带环 我们可以粘四个脱槽 像这当然是两个了 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叫二乘四 比如说 上牙二到二 粘上脱槽 然后呢 两个带环 四个脱槽 所以二乘四 这种矫正器 然后呢 解除前牙的反核 对吧 也可以 还有的办法 就是前方牵引 前方牵引什么意思 就一般对于什么病人呢 上核发现不足的病人 我们做一些什么 像这个 我们前方牵引起 然后呢 用皮筋拉着一个夹 希望上核能多长一点 这样的话 它就平衡一些 对吧 本来下核突吗 上核发现不足吗 相对 一般那是最好的理论说 最好是下核发现正常 上核发现后缩的病人 这样我牵引以后 促进上核发现 然后解除反核 这样的话 它核骨的发育 也会更平衡一点 看这个病人 对吧 刚才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病人 但是他是一个九岁的病人 对吧 他是主速要求什么呀 就是矫正 兜齿 我们叫兜齿 或地毛天 他呢 就是上核有些后缩 下核相对比较突兀 我们做前方吸引 刚才大家讲 前方吸引器 然后呢 促进上核发育 然后解除反核 这是治疗前 治疗中 治疗前 治疗中 正面向和侧面向 然后这是核相 治疗前 治疗中 然后就变成对核 从反核变对核 然后呢 治疗前 治疗中 这是核相 上下核面的相 这是前方吸引器 这个 这我们叫快速扣工器 有带环 然后这儿有两个钩子 然后用做前方吸引器用 治疗前 治疗后 对吧 正面向和侧面向 大家可以看到 面形有所改善 对吧 核相 治疗前 治疗后 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是需要 要治到多漂亮 这个后压 关系多漂亮 其实我们不必要 只是促进上核发育 解除反核就行了 因为它随着生长发育 它的牙可能还会变 我们这种病人 一般我们在横牙期 可能还要再治 对吧 这是暂时 就是解决这些 它的主要的问题 因为好多牙 你没长出来 你也不可能把它治得非常好 治疗前 治疗后的核面向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下核前通的病人 我们有时候也用这个 就是叫我们叫什么 磕兜 磕兜什么意思呢 希望能限制下核的发育 当然如果你要真做到 前程下核发育 得带得非常好 可能从生长发育 去一直到到 带到生长发育 结束才行 这当然这也是方法 再有的方法 就是什么功能矫正器 这个我们叫什么 Franco三型矫正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功能矫正器 它是对一些什么功能性撮合的人 比较有效 比如说像他呢 他能退到对任的人 我们作为这个 然后过时间长了 你待一段时间以后 比如说待半年 怎么也待半年吧 反核能解除 另外就是前压反核 叫做原则 恒牙早期 我们要看什么呢 一般如果这人 骨骼机型不是很严重 我们一般用什么办法呢 用掩饰办法 掩饰已存在的国际型 就是轻度国际型的 这是恒牙早期 我们一般呢 当然用供电矫正器 我们可以拔牙 对吧 矫正 或者当然也可能不拔牙矫正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像这个病人就是拔牙矫正的 我们可以让下牙更舌情 上牙更相对来说更纯情 然后达到一个解除反核的目的 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什么 骨骼机型不是很严重的人 承认器呢 如果承认矫正 这个带非常严重骨骼机型 那我们怎么办 只能做手术 正核手术 当然需要正肌正核的联合治疗 不是说光做手术 一般是什么 先正肌再手术 手术以后再进求术后正肌 所以先术前正肌做手术 做完手术再术后正肌 这样才能把病人治好 所以这个病人 虽然给大家看一遍 就是这就是正核 正肌联合治疗 它有开核 有反核 然后呢 我们通过手术 先正肌 排期上核 必要的拔牙 然后呢 然后再做手术 把下颗骨退回去 对吧 下颗手术 手术把下颗骨退回去 这样最终呢 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个面型 你看这个面型 应该改善了很多 对吧 这个 有些偏斜 应该也正了一些 对吧 所以这是手术的 结果 所以我们小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呢 刚才讲的主要是前压反核 小结一下什么 我们要掌握的东西 刚才大家 我们给大家讲了 一个是定义 对吧 什么叫反核 什么叫戈壁亚反核 什么叫这个多数用前压反核 分类 怎么分的 有几种分类的方法 牙的形分类 骨骼分类 等等 另外角质的原则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大家能掌握 好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然后下次呢我们再讲 那个前压的开合